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们回到盘面 台股金融最重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高殖利率股会不会就是护身符呢 我们可以看到高殖利率股在街表现不错 南茂长虹连电还出现破底翻 特别是在刚刚稍早我们第一时间掌握到 关股护盘数字 昨天关股买超133亿 今天再买超109亿 连续两天关股八大行库买超超过百亿 对 关股在大买 为什么大买 其实那种关股每次大买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但是以前我们也经常说 政府护盘不要太相信他 他们不会一次就护成功 对 但是 但是最后都会护成功 如果说我们看过去的护盘经验的话 因为这两天都护百亿 对不对 你这两天都护百亿的话 过去尤其是经验也都护百亿 比如说像这个 有没有 这划起来的地方都是过去 护百亿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 有没有 都是短线一张打下来都马上弹上去的 也就是他每次大买那种护盘百亿 都一下子 有没有 他如果护21 31 对 那怎么会多很久 但是护百亿其实不是常常有 史上一次出手百亿的只有五次 而且就五次 一出手百亿只有都是磐石的地方 对 而且就你有没有发觉 这个时间都很短 也就是说像这种时间都很短 大部分都是系统性风险 而且可能就那一两天而已 那几天而已就是下来 下来之后再也就没有了 比如说这两天对不对 军姐 我问你 这次掉下来是因为乌克兰战争 是 你有没有觉得快打完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以这样的话 好像没什么抵抗力道好像快结束 因为西方不帮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很快结束 那很快结束的话 昨天大跌今天反弹 其实这个利空有点顿化顿化了 所以如果说你从 今天又在大买 对 所以如果说你从过去的今天来看 外资因为外资基本上太低卖 因为有系统性风险太低大卖 但是从过去 官股大买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怎么样 它可能有可能短线上建个顶点 好 所以我们等会要来问各位 短线上官股护盘 连续两天护盘超过百亿 会不会就是大盘的短线的低点 我们来看它到底在今天买什么 它摆明跟外资对坐 外资台积电卖超第一名是台积电 我们的官股护盘第一名也是台积电 台积电 官股台积电 买了10592张 其他买了华邦 对不对 富邦金 华航 国泰金 还有兆丰金 联电 富财 玉山金 中信金 群创 台庆 友达 日月光等等 对 就能不能发觉 他户的都是什么 他户的都是全子骨 大家户都全子骨 也就是说什么 我要跟外资拼 对 我要给你拼 就是我必须要先把指数稳住 指数只要稳住了 其实就怎么样 指数稳住的话 再就是个股表现 也就是说我第一阶段 先把指数稳住 稳住之后我再给我表现 也就是说什么 人气就聚集了 我不让它跌 然后人气聚集 基本上护盘就会成功 好 所以护盘真的会成功吗 我们也来看高殖利率骨 高殖利率骨是不是有神功护体 进可攻退可守 娟姐 其殖利率 我认为就是你换一个角度想 殖利率这三个字 你不要想说殖利率高 它就一定会涨 因为这是左手换右手的东西 也就是如果说你从这些股票来看 你可以发觉 这些都是高殖利率股 但是有的涨停板 有的可能涨个像这个 涨不到1% 南茂好不好 因为南茂昨天召开线上法说会 他不只有高殖利率 而且有线上法说会的利多题材 他去年获利是50.59亿 年增113.7%很漂亮 EPS3.2毛6到6.9毛6 成长这么多创下新高 本土投库说目标价上看60 对 没错 我认为你可以先看南茂这一块 但是不是只看它 你要看整个族群 对 因为殖利的东西 其实你要考虑到后面就是 它到底会不会填息 填息才是重点 那填息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从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回来 就是三月份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从南茂来看 南茂我认为你可以扩展到 整个记忆体族群 殖利率8% 对 我认为你可以从南茂 扩展到整个记忆体族群 为什么 因为他法术说什么 他说第一基的记忆体非常好 他接了非常多记忆体的单 而且今年持续成长 成长7%到9%的部分 也就是为什么他就会涨领板 除了殖利以外就是他会成长 会成长的公司才可以怎么样 他才会填息 那法轮司买很多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你把这个扩散做 把它做的扩散 扩散的话我们看 看那张股票就好了 我时间关系 看那张股票就好了 第二个看什么 看威藤事件之后 第一个说涨价是谁 第一个说涨价是8299群联 你看那个群联 群联我们不用看什么 什么外资跟投信 我们不用分开看 一起看 一起看以后你就发觉 我们看法人好了 你看法人的话你可以发觉 这个法人 他到现在为止都还在买 就是他基本上 他是完全没有落跑的 如果说你把子看投信的话 投信从都买到尾 那第二个说涨价是谁 第二个说涨价基本上就是威刚 因为刚投信进去之后也没出 那我们再看如果说再看旺宏好了 旺宏一样看外资跟投信 你可以发觉 外资投信一样全部 全部都在他买方都没有出 而且没有出的话 所以美高级玉股 不只要赚他股息还要赚他股价 对 没错也就是南茂 他不是只有一支股票 你要把它想成一整个族群 一个族群 对 那这个族群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 我们下礼拜回来就三月份了 对不对 三月份反而要做账 投信一定先做 投信会做 他代表的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投信埋一缸子 那投信埋一缸子 那三月过完是不是准备十月份 十月份开始第二季了 第二季 威刚跟群联都说什么 都说第二季要涨价 所以这个会不会好 我认为基本上像这个是很有机会 也就是从南茂开始 到整个既体族群 接下来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 盘稳了 我认为你必须要先做留意的 好 所以既体族群会是 这一波高值率里头 是有机会既赚股息 又赚股价的族群吗 请举台 来 既体族群是不是 千万不要赚了股息赔了价差 我们看到一二三四 四票圈全员一致通过 然后紧接着回到战事 俄罗斯这一次长驱直入 而且可以说是快速进攻 蛇岛传出全员阵亡 让我们觉得非常悲壮 在黑海守卫蛇岛的所有士兵 都阵亡了 而且乌克兰自己说 俄罗斯已经登陆黑海港口 重要城市奥德萨 换句来就是说 黑海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 黑海影响到的是粮食 甚至一些矿产的重要运输 对 黑海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在战争的第一时间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进攻了蛇岛 那命令所谓蛇岛的乌克兰士兵投降 没想到乌克兰的士兵回骂 去你查德 我把它换成中文 讲完这句 结果呢 所有的士兵都阵亡 就讲了这句话 其实很悲壮 很悲壮 战争非常的残酷 我把它查一下新闻 一共13名的士兵就阵亡了 然后呢 现在黑海多危险 一艘土耳其的破船 从这个黑海 这个敖德萨港出发 很倒霉啊 被榴弹 榴弹击重啊 还好无人伤亡 但是呢 现在这个乌克兰说 告诉你说土耳其 你们现在要封锁这个 黑海的这个区域 因为这些国家都透过黑海 然后南向土耳其 就可以转入了大西洋 这是一个交通战略的位置嘛 现在土耳其松了 土耳其现在两倍都不得上 土耳其就说 那我假如封锁俄罗斯的话 你们乌克兰也要封锁 但是呢 乌克兰的这个海军 不用封锁 你知道吗 黑海舰队一下子攻击 就把整个这个什么 黑海里面 这个敖德萨港 把它两栖的攻击 全部的攻占领了 那敖德萨港 敖德萨市很重要吗 对 我们看这个地图 蛇岛就刚才讲了 在这个左边这个地方 那 我们来看蛇岛在这里嘛 对 那奥德萨港就在上面 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它等于是前置黑海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对 那黑海我们讲过了 黑海的话是全球 第二大的这个谷物的出口地区 去年的货应量 是1.1亿吨这么大 那这个土耳其的话是控制了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一连串的 这是军事的战略 那经济的角度 不管是俄罗斯乌克兰的话 四大出口的商品 石油 石油 天然气 小麦 金属 现在最标的原物料都是在这个地方 包括连钢铁 对 钢铁要透过这边来出 都是从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什么 经济的一个地位 又有战略的位置 我告诉你战争下一爆发 光乌克兰 在这个敖德萨港 就12艘的货船在那边滞留 有这个邮轮 在石油的 有这个货柜轮 有散装轮 现在进退不得 讲到了敖德萨港 这个是乌克兰你知道吗 第三大的一个城市 人口叫百万 那有黑海的民族支撑 大概整个乌克兰全国 百分之五十 水陆的一个运输 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而且它有一点 它就是 因为那边有时候冬天很冷 但是它常年不动港 所以你把它想成 这是乌克兰的一个高雄港 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这一次 这个对这个运价的影响 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下午公布的这个SCFI 这个礼拜的话 跌了2.5% 大概就是因为过年 淡季连续第六周的下跌 跌在哪个地方 跌在那个靖阳线 大概中国到东南亚这条线 都还在放假 所以跌了10% 但是我们关注的美西线 即将劳资谈判的美西线 只有跌0.6% 所以我们的货柜山雄 大概2月的营收会是前年最低 然后3月 因为公收天数减少 运价又跌 所以大概会比较弱了一点 但是3月以后的营收就起来 在外我们说回到讲这个黑海 但是后来运价应该是会涨 如果谈到运价 还是把运价谈一下 后来运价应该会涨 虽然刚刚所公布出来的 SCFI的指数有稍微回跌 但是黑海 走黑海这个路线的船 如果不能走黑海它就要绕道 绕道据说不止成本增加 甚至保险费也会增加 对 我们从几个角度 最近黑海地区不平静 所以大概每顿的货物 印价就要加个3到5美金 为什么 像散装轮的船东 你现在愿意派船到这个地区吗 开玩笑 我为赚那一趟货的运汇 结果万一发生什么 我整个船都报销 是一定绕路 对啊 刚才我们讲的图号群 那一艘就是散装轮 它被 它被 它被打到了 被击中了 光维修 不知道花多少钱 对不对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这个像马斯基 有没有跑 有 有跑这个条线 马斯基所属的货柜轮叫 海洋联盟 像中英海控 还有我们的长龙 都是这个联盟 他们有跑黑海 但是跑的话 其实必须要怎么样 绕路 像我们国内的散装轮 汇洋或者艺民都有讲 我们不能让大众物资 供应链中断 所以我们会绕路 绕路的话硬家要加上去 再过来你知道最可怕的是 现在战争 说不定也有恐怖分子趁机 你假如把港口的一个基础设施 把它破坏 有可能过战争 对 被轰炸 你假如这个港口被破坏了以后 应链要不要长 应链进入长 然后最后我们讲的 那个北溪二号 为什么刚先前 这个美国制裁 大家要偷笑了 对不对 你这个没有天然管先生 运输天然气的话 反而对海运的应链是正面的 为什么 我还是要用 我用什么船 我用LNG的船 那个号称海上的超级冷冻库 为什么 我们要把那个天然气压缩 是在零下162度 这么冷的地方把它压缩 然后到了港口 还有专属的马口 还有专属的创属 还有专属的运输 那个成本反而是增加 而且我告诉你 坐那个LNG船不好做 全世界几个国家 大概只有美国 日本 韩国会做 欧洲 少数的国家会做 那我告诉你 只要有少数的国家会做 那贵不贵 非常贵 那成本就很高 但是我们的义民 阳民旗下的子公司 光明 海运都有这个LNG船 所以我们还不太担心 因为一发生什么变化的话 我们有LNG船 好 那蔡总你看散装 是不是有机会往上走 我觉得战争这个礼拜爆发 市场逐步有一个共识 先前的共识就是说 货贵人应该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可以看最近的散装 因为战争反而散装突然端起来了 对 就意外的黑马 但是今天选股的逻辑有点改变 其实今天涨停板的是这个盘中涨停 是中航 然后锁住涨停的是台航 一中一台 一中一台 为什么 一月份不是这个BDI落底 一月份以来中航提变今天大涨 它还是跌掉3% 台航今天涨停 一月以来也涨了2.78 但相对的 你看汇洋KY 一月以来就涨了12% 所以我们回来刚才的最早 最前面的六宫格 观众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回到最前面的航运的六宫格 我们货桂三雄其实今天都还不错 但是你看台航涨停 锁得很死 你看中航也几度攻到涨停 然后这个新兴也大涨 跌兴国际 这些的散装轮 都是这个段落 涨幅比较落后 所以会有补涨 对 所以先前的话 大家认为说 汇洋KY去年1PS11块 我一定买这 我只能选一档的话 刚开始大家一定选择 选择他 但是现在有共识 散装轮会整个有行情的话 我就挑那个是吧 涨比较少的 比较没涨的 这个也提供大案 汇洋一个月 一月以来涨了12% 四位行只有涨0.6% 这相对也比较少了 台航一月以来涨2.7% 也是涨得比较少 甚至于中航一月以来 还跌了3.3% 所以反而如果你要做散装 不是选惠洋了 要是选现在涨比较少的 就整个产业的景气 大家认为应该是一个中期的趋势的时候 就会涨这些比较落后的股票 那现在至少现阶段短线上 散装是不是会强过货柜 短线是不是这样 但是整个族群要起来 我们回头还是要看2603的长龙 好 我看长龙 对 因为长龙的这个 我们看周线 因为马上要28框架 我们来看转程周线 我告诉你 这个礼拜台国周线很可怕跌580点 但是长龙的周线本周收红 而且你看四红了 这种的股票不多 我对照一下2330的台积链 晋两三十 白买四线 那是多主红的 但是我看大部分的 好 要买2454的联华科 你也觉得很好的公司 也没有这样四红 所以这个长龙已经有四红的趋势 这个预告航运 虽然说二月份的工作天数营收 都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股价开始往上了 那我到底应该买散装 还是应该买货柜呢 我觉得我们假如要短打的人是散装 但是拨断的还是要回来长龙 好 所以到底在短线上 散装是不是强过货柜 各位怎么看 认同的给圈 好 如果是短打的话 是不是应该买散装呢 现场有四票圈